等到离开的时候 斋木要给家中瘫痪的岳父打包一份饭 妻子一脸幸福地抱怨 我每天像照顾我个孩子一样 天天都把我忙得团团转 梁多一听机会来了 赶忙上前说道 既然忙不过来 那就把两个孩子都让给我们吧 我绝对能处一个让你们心动的价格 两人脸上的笑容逐渐僵住了 斋木更是气愤地上前给了梁多一巴掌 他拽着梁多的衣服警告他 有些东西能用钱买到 有些东西用钱买不到 阿绿看到情况有点不妙 临走的时候斋木送了梁多一句话 没事败过的家伙是不会理解别人的心情的 很快到了与医院官司开庭的日子